求求廠商要負起責任 因为厂商如果不需要负起责任 他就会放心的把有瑕疵的设计的核电厂盖起来 然后让电力公司让人民使用 如果说出了事情 制造厂商必须负起责任 那么他们就会非常的小心 我相信如果制造厂商需要负起责任的话 那相信没有一个厂商敢把核电厂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百分之一百安全的核电厂 那刚刚我们把这个律师已经讲了 就是说在日本的博会 当时参与这个辅导一场设计的工程师 他的title就是奇异公司的这个工程师 他作证说事实上 他当时就发现这个设计是有加持的 但他的主管说没有关系 在日本福岛核电厂爆炸之后 我执询过所有的 我能够执询到的所有台湾的政府官员 从当时的行政院长 不断的执询他们 包括经济部长 包括台电董事长 我说如果台湾的核电厂出事件 他们要用他们的身家性命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没有一个敢跟我答应 我记得当时的台电董事长陈桂敏 还这个最后逼到最后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他负责的是发电 他不负责保证 吴敦义行政院长 甚至跟我讲说下个礼拜 会不会感冒都没有人敢保证呢 他哪有办法保证这种事情 所以我意思是说心知肚明 国家的决策者也好 这些设计者也好 都知道核电厂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那为什么在这种地震平均 断层密布的台湾 台湾的地质学者告诉我说 我们台湾的地质比日本还要年轻一百万年 我们的地质比日本还要危险 日本的福岛核电厂外面 还没有海底火火山 我们的核四厂外面是海底火火山 有十几座 我们经济部的中央地质交易所都公布在网站上面 但是我们的国家的负责人 以及这些厂商都还是继续坚持要把核四厂盖下去 我们现在正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台电公司正在紧锣密鼓的 在把钱丢到核四厂里面 用核安检查的名义 不断的把钱丢下去 然后这个经济部长张家住说 核安检查到六月 今年六月完成的时候 就表示核电厂已经安全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把人要帮放下去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正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我们的政府正一步一步把人民推向深渊 我们的宪法保证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的宪法保障我们人民的生命权 生命权财产权 但是这一切都会毁在核电厂的手里 我们根本不需要冒这样的线 核电厂只发我们8%的电 我们台湾的太阳是这么的大 德国政府他们发展核电 从200年到现在 去前年他们所发的太阳能 已经是20座核电厂的发电量 所以 所以我们不是别无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免于恐惧 我们可以选择保障我们的生命权 我们的财产权 拜托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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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